不好說 還不好說 因為畢竟明天也算是一個世紀對決嘛 對 眾所矚目之戰 不過我們也來到了今天第一場的召喚球 下半部的話法洛斯是帶上了刀鋒之跑 希望把自己打線的優勢給發揮到極致 然後WPG在上半部的窄口其實有先嚇一根眼睛 BRACE有把眼睛先嚇 就是為了要抓對方有沒有可能先進來 抓我人員的位置之後 確認我是不是換線 現在克里斯達和瑞拉達是往上來走 所以可能對於WPG而言有換線的一些想法 因為以這把來說的話 克里斯達和瑞拉達其實不太好去應對這種長手消耗型的輔助 所以會想要換線是很合理的 BLG其實在瑞士制到八強也有一個很大的進步 就是他們對於換線上面的處理 他們在瑞士制的時候很明顯就是換線感覺適應的沒有到那麼佳 畢竟他們不太喜歡逃避 他們喜歡正面對決 我聽LPL那邊的一些主播賽民講 好像說他們換一整年都虧嘛 對 但是到後面的比賽有慢慢的抓到一些感覺了 對 有跟上那個腳步 這樣子看一下兩邊對於換線上面的處理囉 那這裡可以特別提一下就是BLG他們有進去抓一下他正開野的位置 所以他是有在對方的紅buff裡面下了一根眼睛 等一下也要看可能在月塔的一些能力上面哪一方執行的比較優秀 然後薰的話是自己的上半開 是因為換線的關係所以打野的位置會比較容易被掌握 那對於蝎子這種比較需要在前面去做事 我直接TP了 他的位置就會比較受信 這邊兵可以直接TP是因為他確認到對方的打野是上半開的關係 所以這一輪的話他只能如果要躍的話 他一定是自己的上半三郎之後要直接進BLG的上半野區 他如果沒有進的話這波他就沒辦法躍他 所以他才能夠直接交TP回來 先用掉被A了幾下但對方也是扛到塔了 而且痛苦思扯是用掉 尋這裡的刷野路線其實做得也很好 就他上半開就是為了避免WBG可以進來直接執行這種 我TP去上路之後你要直接執行三包一這樣的玩法 是有被BLG反制到的 但這裡感覺是吃不到兵喔 兵得往後退了 但他已經兩等了 看一下下半 壓一下 不要讓他的甲克斯有那麼良好的法育 那下半部自然就會有一些護甲前上面的領先 那不好意思這裡還在上路持續的吸經驗 這應該要直接TP了 也是要鞏固一下自己的法育 但是當然對於波比這種比較偏坦類型的英雄 犧牲一下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而且他這裡選擇TP的時間是因為 閃現 習經驗習經驗習經驗不管 我一定要 就要就要就要 但是他只在後面等囉 已經切根才兩個畫面了 下半部兩層 冰太少應該是壓不了的 但是冰是沒有閃現的 所以他只要能聞到經驗就可以了 只要能聞到經驗就行 波比的狀態保持得還蠻健康的 而且他們下半其實是點掉了接近三層的塔皮 只是想要越塔應該是比較難 對 夏宇 去把和蟹吃完之後來到四等 喔這一波 我要嘗試看看了 跳斬用掉了 欸但是扛了兩下塔 哇 這個扛塔那就沒辦法了 而且冰其實是主動把跳斬用掉了 還是得越 看呼吸要怎麼去操作 先丟了一個爆裂燕花 扛塔整在牆上 直接撞 後面還有螺旋刺花 讓呼吸是動作動不了嗎 還是叫做咋些沒意思 扛住了 而且後面塔的傷害把BLG所有人找到殘血 但是這樣的話 這波炮車兵他應該是沒有辦法吃了 他是沒有TP的 這波擠進去的話 其實呼吸還是虧得比較多一點 但至少有喘出最後一口氣 另外一邊也要追 崔飛 他才能給火焰把招式閃現給逼出來了 兩邊在前面換線的處理上面 其實都有回避掉上路被擊殺的可能性 其實上路看起來都是有可能會被擊殺的情況 但最後都有成功的回避掉 只是WBG這裡就比較可惜一點 是在扛塔分配上面出現一點失誤 他們想要殺兵的那一波 扛塔上面雙人組出現一點差錯 只是剛其實在看Light他的魔量上面來講 也沒有那麼確定是不是一定能躍 感覺是想要先逼他交技能之後 Crisp再出Q 那這樣就有機會 如果你的Q被他的跳展躲掉那就越不了了 這場第一條小龍是電龍 看一下兩邊側重的物件 現在是讓Crisp可以在呼吸的旁邊 然後克里莎其實在單人的作戰能力也還蠻強的 所以面對上賈克斯的話並不會太虛怕 那這把在CS數上面就出現了比較大幅度的落後了 Rice他這裡CS數其實輸的比較多 接下來就可能看他在團戰當中的關鍵一棒 只是經驗上面應該也是會有一點差距 在上路位上面目前看起來經驗上是差不多 只是因為他上一波的月台 因為炮車線進來之後 他是被打殘了回捕 那一波他應該是沒有吃到才對 他是沒TP的 果然已經是往這個蟲子附近的口來站 那當然他吃蟲的速度是非常快 那這裡蟲第一波的右蟲 要看一下兩邊落位的時間點囉 再往前吐一口 以現在這個時間點的話 只要法洛斯跟妮可先落位的話 WPG不太好做爭奪 他整可能要趕快先過來拿 剛剛有強調吃的速度很快 先吃第一隻 趕快 趕快 能吃就吃 兩隻 那最後的一隻是被薰給拿走 但WPG已經交換到了自己想要的蟲子 接下來就是上半步可以再繼續壓 然後再靠著可能護甲成一些陷落 去保持自己主動的優勢 尾端綁又綁到 薰過來了 往前一頂先把精華給逼出來 Night留在前方交錯閃線 另外一邊小虎也是盯上了Night Night趕緊叫一技能飛走 他們這裡走上來 也能夠順勢的Cover兵 把這一波兵給送進去 只是下半步是被呼吸 找到了一波喘息的空間 是有辦法去摸到護甲的 這一輪虛空右手 雖然BLG只有拿到一隻 但也同時把對方的雙人組 四個召喚師技能全部打出來了 所以接下來第一條小龍的爭奪上面 BLG也會有優勢 我記得本來在五分鐘之前 BLG大概是有可能七八百塊左右的領先 但現在已經完全被WBG給追毀了 那這波換上來之後 因為五分鐘之後的防禦塔機制會沒有 所以他們雙人組換上來 也能夠拿到一些塔皮的經濟 所以有一些隊伍包含LCK的隊伍 我們會看到就是可能虛空右手 對方先動了 但他最後還是選擇把雙人組換上來 那不是因為說他們換線的速度慢了 而是他們在判斷上 可以讓自己的雙人組拿到更多塔皮的經濟 去做一個取捨 對 沒錯 就是反正落位慢了也沒關係 那就是拿個一隻 然後想辦法去點上我塔皮 因為這個時間點我換線上來 我的人是比較多的 繼續錘飛 雖然說可能小火龍他是作為 counter pick 出來打雅寧的 但自然在前面的話 本身的集體性質還是要稍微偏扛一點 而且前面他因為要壓線的關係 所以有的時候會比較容易綁架到打野的刷野路線 就是你被迫 然後輔野一定要有一個人一直跟在小火龍旁邊 讓他能夠在中路的推線更簡單一點 沒事啊 蝎子本身也就是個工具人 因為這把確實就要靠他 中後期的話要靠他 但前面的話 這下路雙人組作戰能力是很強的 B.O.G多人集結 對 WBG雙人組是沒有召喚師技能的喔 多人連鎖直接綁 但是把命運呼喚給逼了出來 這一把破甲劍往前蓄力 第四層的護甲B.O.G準備要收下 但呼吸他是狂阿猛拿喔 在上半步 也是直接逼出了冰的TP 而且剛剛薰過去的時候 有確認到小虎這波是回程的 所以奈特是可以趕快把中路的兵線送進去 他這個下路雙人組真的沒辦法 因為沒有雙招 真的打這個組合是沒有任何一點辦法的 波比在經濟上面已經是反超了對方領先來到六百塊錢 這場兵就比較犧牲一點 而且因為這個下路對線烈士的關係 可以看到他已經在他們的雙組後面 他至少待了有二十秒以上 他其實是不太能夠離開這個雙組的線路 他其實也有一點被雙組綁架到的 小龍靠著下面的推線 BLG是能夠成功拿下 WPG就是稍微歸瘦一下 畢竟這樣比賽中期的團戰 再斷到 也是斷了AD跟打野的回程喔 然後一直調皮 那這樣第二輪的這個虛空右蟲 這一波的回程時間被DLA到 看一下BLG要不要直接拿下塔跟他做交換 衝的話再四十秒都要出 但是BLG應該會想要先以這座手塔為止 對 沒錯 因為這個血量應該是會以守塔為主 而且再加上他剛剛斷到了打野的回程 對方如果這個時間點要跟你做交換 伏野就是一定會往上走去爭奪 第二輪虛空右蟲 那這個下半部就是死守了 所以前面ON的這個斷回也是很關鍵的 那應該就是直接去做物件上面的兌換 因為ELC他這個點下半部守塔的速度 可能是來不及去趕到上半部 不會要錢錢 經濟是給到了法洛斯的身上 已經領先個人來到了一千塊錢 可以看到Crystal他是已經到中路來幫小虎搶線 就是為了要讓這個第二輪虛空用蟲 可以比較簡單的拿下來 這樣子法洛斯他 終極可能成型的節奏是會滿快速的 Crystal還在跌自己的太出品 上半部應該是ON過來COVER 希望讓自己的假格子不要被塔殺 他這裡往上走 WPG有一部分也是為了要讓Breeze可以回程TP 他可以讓他安心地回程之後 假如對方要來上半部接團戰的話 Breeze有一個TP 因為現在兵是沒有TP的 這個時間差上面是WPG會有優勢 而且以BLG他們的角度來講 就是自己的小火龍本來就需要稍微發育一下 所以如果物件上面能用換的不要讓團戰去碰起來的話 對Night而言也是舒服 尤其是如果可以讓他拿到中路的塔皮的話更好啦 看到這裡是ON在拉線 這會先拉住 這場當然在邊線和團戰也要看一下小虎對於牙寧他的掌握度 因為在這一次的世界賽 所以牙寧小虎好像只玩過一次而已 沒錯 所以那把有贏啦 那把是有贏啦 但是畢竟不是他 我覺得他至少在夏季賽已經慢慢的有掌握到 牙寧這個角色的一些精髓 因為他其實在包含春季賽跟夏季賽之前 前半段的時候被大家比較常詬病 就是小虎的牙寧 就玩的比較 可能操作上面會玩的稍微比較沒有創造力 你說沒有到滿分的那種類型 就大家會講小虎牙寧 但不會講後面那句話 你說會省略一些東西 對對對沒錯 小虎牙寧 這樣 然後在 這把Elke透過轉線的營運上面賺了非常多的錢 欸 抓 抓到小虎牙寧 大絕趕快回去 但是後續的話 自己是沒死 交了一個閃 那打野可以cover中路推這波線 剛剛大絕好像是被那個抓給消掉 所以接下來 Elke再度獨享了 上半部的外塔金錢 而且這個外塔金錢 他是AD對威就領先1600塊錢 領先非常多 那當然BLG他犧牲掉的就是上路的兵的點位 但這裡二塔被點掉 我覺得就有點虧了 以BLG的交換來說 這個二塔如果能夠守住是最好 但掉了二塔之後 在交換上面兵就會變得非常的劣勢 而且因為掉二塔的關係 接下來賈克斯在邊線上面 每一波的推線 他都要非常的小心 他是很有可能被對方反蹲 接下來其實在浴室者 然後還有火龍重生的時間是差不多的 所以看一下雙方所撤中的目標 不過這把比較 比較 比較讓我意外的是兩邊是完完全全的做交換 沒有任何人想要在前面做過多的碰撞 欸對 打得比較和平一點 但是以BLG陣容來講也合理 因為他們是史茅德的陣容 他要完全的做交換是正確的想法 不能說他們是錯的 某種程度來講 WBG他們的中野也需要稍微發育一下 但我覺得這個邊線二塔 很有可能會變成是BLG他們在中期團戰的一個變數 因為他們如果要讓史茅德能夠正常發育的話 就是這個二塔掉了之後 他轉到邊線起的時候 其實很容易被WBG不斷地施壓 那他的發育時間就會間接地被拖到非常後面去 你說因為那個線比較長 沒錯 沒錯 它是很難去接線的 這裡感覺想要開看嗎 薛先往前頂 BLG四人集結 先給一發破甲尖稍微poke一下 中路其實牙齡一直在點護甲 在這個14分鐘到來之前 然後現在Night來接線 又被迫的薛跟昂是一定要跟在他旁邊 大絕綁到了 綁到Tarsen 作員所出手把Tarsen打了半斜 但對方也是交錯進化 這又是相案無事 只是在預視者前面的一些鋪墊 這裡物件來囉 以BLG的角度來講 他可以不爭奪預視者 但是他一定要把你 一些比較關鍵的大絕技能之類的打出來 甚至是狀態 只要能夠拖到你吃預視者的時間 對他們來講就是賺 他不一定要拿到 但他要拖到你時間 然後讓邊線的賈克斯在這段期間 不斷地去補發育 但是BLG他們也不太敢吃喔 因為牙寧他這一波有TP 等一下回補之後是有作戰能力的 以他們的陣容來講 這波也不太能吃 要看一下如果昂的落位是好的 那是有機會直接把團戰打起來 到底要吃還是不吃 那Elke這波是沒有大絕鬥 看一下昂的開戰了 蹲在草叢裡面 TP直接亮進來 這是小虎他的TP 然後拉扯了一下之後又跑了 再拉走再拉走沒關係 再拉掉再拉掉 這個就是我們的 已經退休的這個Nash老師 講的這個叫Soft Contesting 就是他是這種不斷地去拖你的時間 他不一定要真的拿到預視者 但是我的陣容要拖 那我就是不斷在物件上面給你壓力 但我不一定要真的拿到 你也是英文小教士是不是 你也繼承了他的意志 我最常被笑就是裝進英文 但我不是裝進畢業的 雖然說Nash老師已經不在了 對 沒關係 我們繼承他的意志 人種鞋餅嘛 肉肉飯也鞋餅的嘛 這裡要來吃Rift Harrell 開吃啦 這應該 因為剛剛是叫TP過來的 所以WB就不能再拖了 一定要趕快把預視者拿下來 然後 從此裁決 先把打野給敲走 這樣的話 BLG就是爭取到了賈克斯發育的時間 因為剛剛前面有提到嘛 他們不斷地在這裡試探 是為了要讓兩條邊線能夠單人發育 然後逼對方把TP交出來之後 懲罰對方在上半部堆疊這種過多的人力的情況 只是如果BLG這一波能夠去換掉下半部火龍的話 他們兩龍的開局 對於自己把節奏往後拖 死毛的應該是滿樂意的 對他們來講絕對是非常好的 就是這個變數 只有存在於他們這個下落的塔不見的這個問題 但是因為我已經確認你的人員在上半部 全部都來上半了嘛 所以我拿這個小龍是沒有問題 但是 從這個時間點開始 包含到第三、第四條龍的時候 他們下半視野做不出去的這個問題 有可能會被WBG放大 看一下Light跟Crisp前面的視野要怎麼樣佈置 他們龍戰理論上會有優勢才對 可能本來預期在LPL的內戰上面 應該會是打得比較火爆和血型一點 結果現在16分半了 一顆頭都沒有掉 打得不死不休的 現在是一個都不死 一個都沒倒啊 一個都沒倒啊 一個不死 沒錯 兩邊中塔大概是剩一半左右 等一下看WBG這個預示者要怎麼去運用 然後現在看到的是 Night是往上半要去接這個上路的兵線 那這樣浮野又要往上靠了 其實BLG這把浮野是一直有在跟自己的中路做聯動 就是他們一直有在保護Night的發育 在中期法洛斯他的poke成效也會慢慢起來 其實看前面幾發可能在預示者附近的團戰碰撞 有打到他人身上一發都是可能三分之一 傷害是絕對夠的啦 傷害是絕對夠的 那當然接下來也要看可能Crisp他的反開效果做得怎麼樣 以WBG的立場來說 他們可能要盡量在兩條邊線去抓一些作戰的時間點 因為他們現在如果在中路逼不了團的話 因為法洛斯的poke會讓他們比較難受 所以他們一定要在邊線上面 有辦法把戰場開起來 因為現在牙寧的作戰能力一定是比史茂德更強 現在BLG他們採取的是拉拉拉戰法 感覺前17分鐘拉得還蠻成功 他這裡在眼睛上確認對方上路四個人 那這樣下路的兵就可以開始推先 而且是已經摸到二塔 對 沒錯 他們就是不斷地做交換 這個預示者拿到的東西也沒有到太多 然後這裡再過來施壓 稍微拖一下對方回程的時間 那兵也拿到了這個下路二塔 對 兵這波好像是扭掉了守護者裁拳 沒有被敲走 所以把這經濟給拿了回來之後 現在基本上個人的錢已經跟波比是持平的 他這樣是已經追回來 而且他是透過他們前面預示者的爭奪 還有後面的轉線 讓兵的經濟又補回來 然後中塔也攻破 這幾波轉塔上面BLG完全不虧 WBG他們也知道他們被迫的要在邊線上面去打出一些破口 他們勢必要在邊線上找到一些機會 所以他們把人力全部派過去的時候 就讓賈克斯跟法洛斯有更多的發育空間 對 因為BLG現在做得很好 就是他也不跟你打 但是我就是給你壓力 讓你覺得我很有可能會開戰 那這個方便問一下 什麼時候會打 什麼時候會打嗎 你現在179嗎 那個225鬧鐘你可以先射 等一下 想了就可以打了 你說信號來了 OK開點 對 想了就可以打了 好吧 現在BLG他們走的是這個 我不出手 現在聊天室都睡覺了 睡覺了 先刷起來啊 25叫我 快到了快到了 現在179了 該起床了 再農一下 25應該要到 這樣是不是要24分鐘 23 24分鐘左右 差不多 但如果前面有一些小碰撞的話 會跌得比較快 出手了一發 在中路ELC射下了手殺 膽傻 說時遲那時快 人頭這就來了 而且是19分 快要19分半 才出現了 這場遊戲的第一個擊殺 時間上其實真的非常久 哇 在中路被抓到機會了 現在這個中塔摸不掉 那這樣雅尼在邊線上 其實也沒有辦法去尋找 一打一的機會 對 然後可能以火人和BOB的角度 要抓到賈克斯也是 蠻困的 前面有機會 現在一個三項加一個 鍍板鋼蓋要抓他 有點難 就是CC要接得很完美 巴龍也是一青來的 他們現在可能要盡量 把人力堆疊在中路 看能不能夠 多打一點中伊塔的血量 能夠盡早地把這個中伊塔拔掉 不然這樣的話 賈克斯跟史茅德現在發育 是沒有任何壓力的 這個中伊塔只要在 他們視野就 都還能夠守住 甚至其實在裝備上面 史茅德是比牙寧來得更好 我知道牙寧因為要防蝎子的關係 還必須要花時間去出一個水銀頭袋 那傷害然後還有進場的效率 就會大打折扣 現在他進場的話 可能要看隊友 因為我覺得他人的傷害 以這把來說是最重要 因為他是唯一的AP輸出 他這把的傷害是很重要的 但我在想 小五他現在這個裝備 要進場感覺會變醬汁 會 哇 要這樣子喔 酸酸臭臭的 絕對老師 不是不是不是 他現在很軟啊 你看對面那麼痛 那法洛斯破甲就灌上去 他直接會倒啊 就他如果進場會被反制 會被反制 對面CC很多啊 被R到 看他的一技能怎麼交 因為他的一技能 其實有時候是可以抵消一些控制 就也是這個牙尼這個角色厲害的地方 有危險有危險 對 他的一技能是 是有很好的發揮空間 鞋子鑽的上來 奈特是208層 但現在他們已經是具備有碰團的本錢囉 先把位置給卡住 可是在下路二台跟陷落的情況 水銀直接解 而BG是沒有把這個下路視野踩住的喔 所以他們現在應該是不知道 阿兵的位置在哪裡的 阿兵在下半部也可以稍微去分帶一下 有這個中塔 其實BG要踩試也蠻簡單的 就BG他不需要跟你打 他就是一直跟你拖 然後等阿兵把線帶進去之後 要接團再來接 不打 問就是不打 再拉扯一下 在眼睛上只要抓到你的位置 把握式就跟你一可開始瘋狂poke 這裡連媽媽都叫出來了 往前吐了呼吸一套 直接吐到半血 小五現在沒有水銀了 所以要特別特別注意 而且Light現在也沒有大絕了 所以瑞拿達是很有可能被針對的 你表示沒有人要來找我 那我就BG到底 好耶 好耶 有兵線一直推耶 有時候迴避對線好像也是不錯的選擇 突然感覺到那個快感啊 對 他們現在下半的視野一直找不到阿兵的位置的話 他們團戰壓力其實是非常大的 對 現在就是兩根的視野定在了自己的紅BUFF區喔 小五這波想盡 但是一技能也是已經用掉了 現在這個 這個落位的話 BUFF區可以一直poke喔 可以一直不斷地給你壓力 要看這波波比能夠敲幾個 直接硬開 但好像並沒有到很好的效果 強棒出擊 先把蝎子給敲走 但是這個血量 自己要被留住了 後續二刀的優勞力進場 這裡是有敲到對方的Alk 但Alk也是交出了閃現 BUFF區血量比較閃現往後拉扯 2E收購是打到對方的一個蝎子 但接下來變成是兵結束鬥的後面 但一個人跟隊友有點分割 就是Tazer把人頭收穫 而且後面Light忘記跳 ZoShare Shutdown 小虎要來了 這裡看能不能夠暈到 被綁到了 但接下來ON應該是無處可走 這波WBG 準備要拿下團戰的勝利 有點可惜WBG 尾端燒死了 好差喔 還是拿到了這顆人頭 而且也順勢把綜藝塔點掉 然後拿到了這條小龍 那遊戲節奏 對WBG來講 就能夠拓展的比較快了 能夠推進的比較快 能夠推進的比較快 現在要來給巴龍壓力囉 現在要來給巴龍壓力囉 他們是克里莎加雅寧的陣容 吃巴龍速度是非常快的 對 而且應該是會比較穩健一點 雖然他是沒有閃現 然後只有他自己一個人的話 也不太好下來 所以這裡在23分鐘 最後WBG靠著一波團戰的優勢 最後是把巴龍給拿下來 最後是拿下這波團戰 之後順勢把巴龍 這個遊戲節奏就被WBG給拉住了 但是史茅德現在是227層了 還是保有一定的團戰的翻盤空間 不過剛剛WBG他們應該是有中斷掉 對方吃小龍的節奏 有點可惜的是 WBG其實不管是這一波 Breeze的進場 跟小虎的大決 其實都沒有發揮到太好的效果 不然小虎的R我記得也是空大 對 他這波是被閃掉了 被閃掉了 被閃掉了 那他這裡是成功的讓對方的雙C 以及沒有任何的狀態 然後冰的進場位置 也被WBG找到了 他們在紅BUFF的那根眼睛 有抓到冰的進場位置 所以回頭擊火他之後 冰反而就倒地了 對 接下來就是Light化身為刺客 點到了對方後排臉上之後 Tarzan的傷害也非常非常的高 我最後竟然還燒死了 那這波掉這麼多顆人頭 巴龍還掉了 前面透過轉線營運拿到的經濟 都還回去了 有Danny教練的鏡頭嗎 這是我想看到的 沒有 恭喜問了就是沒有 可能現在第一把 還比較冷靜 對 還比較冷靜 還沒有到大場面的時刻 沒錯沒錯 那現在Night是已經 有疊成疊到了 所以還是有團戰的輸出 對 接下來繼續 上半部來壓近 我現在Tarzan 打野對位領先2400塊錢 而且這場比賽 其實薰他的雄心之鋼 好像沒鋼到幾層 因為他們一直在 算是牽扯 他們算是在牽扯 所以並沒有正面 把團戰碰起來 這把 十之一的團戰只有剛剛那一波 不過看一下這一波 想抓小虎 小虎大絕 打 但是交閃線去躲掉了 對方的街尾穿刺 還是 還要硬抓 就是要抓小虎 小虎已經靈魂出鞘了 回去之後 就有三個大人在旁邊等他 還不回去 趁到最後一絲的血量之後 Shutdown是給到的兵 最後還多交了一個 暗的大絕 他這裡也追到了Night 但到底是誰抓誰 又是一發的破甲劍 現在BLG是聞到的味道 要開始往前追擊了 霸道手腕要把對方兩個人給拉在一起 把人拉開 不能夠讓這個團戰繼續下去了 現在Night的傷害是非常高的 那這樣這一波的巴龍推進 在中路 小虎被抓到機會之後 要看一下他們接下來怎麼分線呢 有稍微被延遲到一下 因為你的中上 兩條線路 只要有人的巴龍Buff掉了的話 其實你就比較不好去執行 我們前面提過的這種巴龍的雙線界 因為你的帶邊線的那邊很容易被抓 他是沒有辦法給小兵巴龍Buff的 而且如果說等一下打團的話 在關鍵性技能上面 BLG他們閃線應該是有機會可以轉好的 比較關鍵會是妮可的閃線 目前WPG主要就是要看 火人他能夠燒到什麼程度 現在他應該是傷害最高的 而且Elke可能要把技能 可能要鎖定在小虎或Light的身上 因為他這幾波 雖然前面有單殺到Kriss的一波 但是他後面把大絕交到他的身上 都被Kriss的大絕給算是禮耐掉了 現在是做視野的環節 在50秒之後 這場比賽的第四條小龍Buff將要到來 WP區維持著 小小在經濟上面2000塊的領先 雅安寧是出完了步驢 然後還有殞落 然後接下來是看一下小火龍的層數 現在好像是279層 好 Tazen現在手上 身上也有一個探索者護腕 所以等一下要O-In他的難度就很高了 Renada他是有出個魔溝可以幫解一下控制 這場在一些保險措施上面WP區都做得滿足的 他這把要盡量保護他人的輸出空間 這把他非常重要 而且Elke跟On其實也是相對來說比較害怕Poke的角色 尼可跟法洛斯都是 另外一個點是 因為這場波比他是出突破天際的 所以在坦度上面的話 自己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想要打看看嗎 TP也來了 小虎的TP也 這位置不錯喔 直接先抓嗎 但小虎在上面繞了一下之後 是沒有成功開到團 剛剛人擠在一起 我以為他會想要ER直接開團 但感覺是要等隊友到 猶豫了一下之後就會變成賈克斯現在開推 守護者才去用掉囉 都在垂走 那這樣波比就算有TP他也沒有大絕了 BLG有沒有想要接 但後面其實沒有給BLG太好的繞背眼位 他現在要繞背的話 可能有可能會跟上一波一樣 開大 大絕對方有夜色圓界 原地坐下來之後 小虎被控制到 不過自己是有一個水銀 還是被拉到之後 小虎沒有倒地 哇瑞拉達大絕救到他了 最後Elke傷害沒有補上去 差了一點點 成功活著回去 但這一波也是蠻驚險的 先剛想要往前衝 是直接被瑞拉達給阻斷 想要在中路把團戰打起來 因為他們在下路的高地上面 看到了Night回去接線 那對方的陣容 只要沒有死毛德站在正面的話 團戰打起來 WBG一定是比較優勢的那邊 所以他們是想要在中路的那個時間點 就把團戰碰起來 時間來到了29分鐘 然後下一條的巴龍是在40秒之後 即將要登場 Night還在農 而且兩邊其實經濟一直都沒有拉開 即便剛剛BLG輸了比較大的一波團戰 掉了巴龍 但經濟還是都有維持在一兩千 雙方都是有經驗豐富的選手來作證 在營運上面一定是任何的失誤都不能犯 但是現在賈克斯的邊線分推 可能會讓WBG壓力比較大 他應該是有一些錢還沒有回去補 因為我看波比他其實已經三箭轉 接下來賈克斯應該是要出經驗 實際上已經是帶來探索者護 WBG好像想要出拉巴龍 要透過克里斯達跟雅寧來B團了 因為他們的陣容其實是沒有開戰點位的 所以他們被迫的一定要透過物件 才能夠把團戰打起來 射速度很快喔 而且還有火人在燒 但賈同時也在上半部推線 一半了 這波主要應該還是會打團 欸 再抓 賈克斯往上跳 但接下來被拉到 反擊風暴已經舉完了 波到精能可以拖時間 這裡也叫做一個媽媽幫我 然後賈直接叫做閃現 被卡在窄口區域 WBG選擇拉推 但巴龍也是一定回血 那這樣應該就雙方拉開了 因為瑞娜達大絕也交掉了 下午這波走位去扭掉了螺旋絲花 喔 這裡要很小心暗的開團喔 另外一邊薰先頂了一下之後 好像也沒太多事情 丟了自己的飛彈 反而是BG要開始展開包圍網了 他們現在身上還有暗的大絕 這裡抓到小虎 而且賈克斯繞了一個很深的位置 大絕擋下來 但一番扶著就直接拘掉了小虎 小虎倒地 然後火人大絕也是已經消過來 這裡一拉 是直接拉到對方的一個 CRISP看起來輔助 交出了自己的W技能之後 最後是法洛斯捷 先拿下一個Double LINE還很努力在跳 但團戰已經是BG的優勢 這邊全員都在 可以動巴龍了 最後後面是找到了 對方回程的時機點 然後去牽扯對方回野區的時間 最後把團戰打起來 而且技能其實交得非常果斷 透過TP上面的一些差距 但下一個傳送到來了 PRISE有沒有辦法 但他是沒有大絕的 拖個時間 拖個時間 估計還想要留人 但BOG所有人要高歌離席 沒辦法把人留住 因為他身上甚至是沒有大絕的 那在這波打完之後 風向又開始導向BOG這裡了 看一下這波團戰 後續是薰選擇了要繼續把團戰接起來 這個判斷做得非常的好 他知道他們還有ON的大絕 他們絕對還有能力 再繼續接團 然後兵的繞背也很關鍵 抓到了小虎的位置 前面都還沒出手 但這波關鍵時刻 閃線拉到 這波團戰打完 甚至尼克都沒交大絕 他們都還是能夠再持續接戰 看一下現場觀眾的反應 今天沒有那個那天BOG比賽 有有有他來了 狹愛舉止 沒有沒有啦 長得很像 這個是不是長得有點像 一個主播啊 長得有點像一個主播嗎 長得有點像一個主播嗎 有點好像有點熟悉 很熟悉是嗎 有點熟悉 沒事 這裡中路還是想要推個二塔 你該不會是要說湯米吧 不是我講的喔 不是我講的喔 我不知道喔 這裡交閃 昂把閃線交掉了 小虎TP過來 大絕 有拉到 做到兩個 冠子切紅還是做了下來 昂最後是被小虎給斬殺 但另外一邊蝎尾參師也是鑽了出去 二一收購在窄口 是先把蝎子給打飛 冰有沒有辦法進場 還有大絕的 WBG他們是有撈到一顆人頭的 BLG狀態其實還蠻好的 在這窄口非常有好的狙擊 趕緊先把命運呼喚給逼出來 來拯救出自己輔助的性命喔 然後知道你全部人在下半野區 直接過來 把你卡住 然後再推中路兵線 等一下甚至可以在哪 這一條小龍 下半部的兵線 其實對於WBG而言是好的啦 只是在中路位的話可能 中路兵營 應該說這兵營塔應該是不保 這個兵線是好的 但是對他們來講 這個小龍可能就要看情況了 如果是回補出來BLG還沒動的話 那就來得及守 史茂德直接交TP回去 去把這波兵也洗掉 然後再回來 給小龍壓力 WBG他們現在無論如何 每一波的團戰都得接 他們現在不接團的話 他們的陣容就沒有優勢了 他們如果持續地放著 賈克斯在邊線上面 不斷地推線 他們也不好處理他 然後現在史茂德推線速度 也非常快 所以你搶中路兵線 其實是沒有太大意義的 你送一整波進去 他應該兩個Q就清完了 好像想要先直接開 在原地開座魔鍋邦解 雙方關鍵性的招式已經用掉了 連史茂德的大絕都已經交出來 祖罪神石也吃掉了史茂德的大絕 畫面很火爆 但是沒有人員傷亡 看一下小五的大絕怎麼放了 怎麼他是關鍵 往前先避動一下 史茂德已經飛了上去 Chris已經殘血 然後史茂德往前要開始追擊了 但是這個位置不是你們家 是別人家 全部被逼到後面去了 開到了 這裡開的會是一個輔助 螺旋赤花有綁到 小五想要殺人 但對方有驚人 小五應該是還能夠再打出自己最後一段的CC 就是有成功把對方的ARM給擊殺 但BOG他們的C位還在 往前先開始點BREAD 然後接下來的話 冰他也叫做跳掌能夠成功離開 但LINE已經開始追擊 另外一邊的話 又是叫做一個反擊風暴 後面還被吹飛WBG 拿下這個人頭 結果是把兵給放生掉了 但另外一邊也要放生一個了 所以最後是拿到了BREAD的人頭 結果最後沒有選擇回去幫阿兵 因為感覺以他們陣容來講 阿兵把技能按出來之後 他已經拖住了WBG四個人的人員位置 回頭去接戰的話 應該會是比較好的選擇 雙方對於上半部都比較執著一點 那相反的其實 波比他也撐了蠻久的時間 阿兵的立場是 他就是幫Night爭取輸出空間 能夠拖住對方的輸出位多久 那Night就有機會 把這個團戰接管下來 但後續比我去反而選擇去追 胡錫哥 感覺這個判斷上面 溝通好像出了一點問題 這一波窄口小虎 是先找到了一波開團的時機 然後把對方輔助給擊殺之後 薰子拉也是拉得還不錯 但接下來就是後續的判斷選擇 對啊這裡 阿兵都已經按了驚人 然後這裡還有反擊風暴 再撐一段時間 但竟然沒有人要回頭救他 我剛剛看薰他好像有猶豫一下 只是發現自己其他人往下路跑了 那他也沒辦法 剛剛我才會提到說 感覺他們溝通有問題 就是當下的判斷其實雙方是不一樣的 這場也默默地來到了35分鐘 那其實以兩隊的遊戲時長來講 WBG他們是在這一次的世界賽 遊戲時長最久的隊伍 對最長 來到了35分53秒 對36左右 現在是要突破自己的平均值 BG的話我記得是34分鐘 差不多34 所以感覺這次的世界賽好像普遍時間都稍微久了一點 在這裡開到了Tarsen Tarsen是有驚人的在開不出來 直接被秒了 另外一邊TP下來的是呼吸 但發現有點尷尬 而且小虎眼睛快陣亡 小虎 能夠復活嗎小虎 小虎復活了 那這一波變成是WBG開始反擊 而且敲了一個走路的團隊 大便是必通 但史茅德在一個很安全的速度位置 隔牆開始出舞 後面還有萬子千紅能夠爆開來 打住了自己的控制之後 還是BG完成收割 最後是打成了一波二換三 史茅德還是接管了這個團戰 但小虎已經做得很好了 這波盡力局啊 對,真的還被他復活起來了 所以是成功地把Elke 砍掉的當下復活 不然剛剛如果他被擊殺的話 整個團戰搞不好BLG 他是有機會可以一波的 因為Tarsen他就是 WBG裡面唯一的AP輸出 他是很重要的輸出核心 那這一波可以看到 他是按不出驚人 因為他被大絕綁到再加法洛斯大絕 CC拉滿 對 然後再加破甲劍滿城 直接送走 完全按不出驚人 哇,這裡跟呼吸的配合做得非常好 這一波是化身為虎大將軍 這刀科一直砍一直砍 Elke這波也是閃線都按不出來 直接被擊飛到底 而且我剛剛看他好像本來會死 但他好像是用閃線去拉掉了Night 可能最後一下攻擊的距離 所以讓後續的斬殺是沒有吐出來 兩邊的團戰 還是打得難分難勝 來了來了 這個 有,但你教練現在頭會低下來了 不然那個嘴型被看到 他感覺這次世界賽至少有20個表情包 表情包拉滿 小虎空大了 又想要去找人 但On現在被逼掉的場線 那這樣換BLG能夠回踩視野了 因為現在小虎是沒有大絕的 但On還有大絕 下半部WBG同時也要面臨著分退壓力 射速當然還是很快 一半 大絕再打消耗 大絕poke一點血量 完了,這個好像要包餃子了 而且薰也已經衝了進去 這裡後續原地 看見一個腕子先紅 小虎回到了原地 WBG是拿到了巴龍 但是他們回得去嗎 有人在逼滴啊 後面再拉 WBG這裡在巴龍池裡面的人 應該要陣亡 小虎倒了 另外一邊的話 還有破甲界 克力之長他也活不了 踏著這裡還能走嗎 奈特是沒有閃現的 這樣追不到了 WBG他們是兩人回到了家中 去擋住了冰這波的攻勢 他們判斷到自己 一定要把這波巴龍Rush到底 因為冰已經推到高地來 他如果最後沒有Rush到這個巴龍 甚至巴龍被搶的話 遊戲會直接結束 他們全部人被迫踩到龍坑裡面去 但是因為WBG他們是有人員優勢的 所以這裡好像想要來一波看看 小虎的超級兵營要進來了 對方是有巴龍Buff的 波比的大絕也還沒有轉好 再稍微去拖一點時間 然後中路兵營 這樣子WBG他們是兩兵營 超級兵來了 閃現 把兵對兵線 螺旋刺話雖然是定到 但現在要看一下傷害測試的時間 他能夠撐多久 不算再點 但鎖心不推了 另外一邊的話 也有賈克斯 也有這個小兵進來了 往前一拉 是拉到賈克斯 賈克斯跳回旁邊 現在所有人是ALL IN主堡 BLG準備要來拿下第一場比賽 我以LPL的內戰來說 這一把打得很...非常的營運 就是兩邊在交換物件跟資源上面做得非常的果斷 雖然中期有被WBG抓到一波團戰的機會拿下巴龍 但是小虎被抓掉的那個時間點很關鍵 導致他們的巴龍沒有辦法持續推進再交換出更多的經濟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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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